那如果你覺得這個條款啊 對於反質詢或拒絕答覆 加上罰還你認為適當嗎 呃...目前是沒有加上罰 對 但是如果說修法加上罰還 你覺得適當嗎 這個需要修法 就修改這個... 我知道需要修法 我說如果修法加上罰還 你覺得適不適當 不可以拒絕答覆喔 我覺得這個因為要修改規則 尊重議會 我是問你 你覺得是看我已經問三次了 你還在問A答B 你還在拒絕答覆喔 我答覆啊 你個人覺得適不適當 我覺得要看怎麼訂 比如說呢 呃...現在不知道怎麼訂啊 要看到罰者要多少 什麼情境之下要訂罰者 前幾天我都有看你備詢 前幾天有別的議員問你說 現在立法院在修法 反質詢加上罰者要罰20萬 你說你支持啊 現在你說你不知道 這樣算不算拒絕答覆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台北百科學書 第43集 5月28三讀通過之後 那一直到上星期四 是我的總質詢 那我也借用了我的總質詢的時間 驗證看看 立法院新通過的法案 到底有什麼樣可能的潛在問題 首先呢 先幫大家複習一下 立法院職權行司法的第25條 左邊是原來舊的條文 右邊紅字是修法新增的項目 第一項 新修正增加不得反質詢 它連結到了第三項的法則 被質詢人經過主席規定制止 或者是要求答覆還是違反的話 只要是院會決議 就可以罰2萬元以上 20萬元以下的罰還 然後這個條文啊 黃國昌立委 他漏寫了三個非常重要的字 就是新台幣 所以你眼睛看到了 2萬元以上20萬元以下 其實是新台幣6萬以上60萬以下 如果要知道各種緣由的話 去看我們以前的直播 那另外呢 還新增了 拒絕提供資料 引力資訊 虛偽答覆或其他藐視國會的行為 如果主席不同意你拒絕提供資料 或者是主席沒有同意你不回答的時候 你不回答 那麼經過院會決議也可以儲 新台幣6萬元以上60萬元以下的罰還 第三項 要經過院會或委員會的同意才能請假 如果你沒有經過同意 也可以罰6萬元到60萬元以下的罰還 最後一項 有虛偽陳述要依法追溯其刑事責任 它連結到的是 新修正的刑法第141-1條 公務員在立法院聽證或受質詢時 就其所知之重要關係事項為虛偽陳述者 要處一年以下有其徒刑拘役或20萬元以下的罰金 那它限於中央的立法院 並不包括在地方的議會 今天先帶大家來看這兩條有沒有問題 在進入今天的課程之前 先給大家看 代表是議會議事貴的第33條 第一款議員質詢事項不可以拒絕答覆 並不得反質詢 第二款對議員質詢答覆 不可以超出質詢的範圍 第三款不得任意搶答 妨礙議員質詢 如果你違反前項規定的話要怎麼辦呢 主席可以制止 制止無效的話就是離開議會 沒有行政罰還也沒有刑罰的問題 這個是今天大家要先具備的知識 那我們就開始進入今天要來看的範例 透過我跟蔣萬安市長的示範 來看看立法院質詢行司法 第25條關於質詢的部分 立法院新修的法條哪裡有問題 好 那我看我們台北市議會議事規則第33條 那其中第一款就是最近大家一直在熱烈的討論 對議員質詢的事項不可以拒絕答覆 也不可以反質詢 那我想請教一下 因為你我同為法律人 反質詢是什麼意思 就是被詢者不能反問質詢者 因為你看我們現在這個議事規則裡面 對於違反的其實沒有任何法則 那如果你覺得這個條款 對於反質詢或拒絕答覆 加上罰還你認為適當嗎 目前是沒有加上罰 但是如果說修法加上罰還 你覺得適當嗎 這可能需要修法 就修改這個 我知道需要修法 我說如果修法加上罰還 你覺得適不適當 不可以拒絕答覆喔 我覺得這個因為要修改規則 尊重議會 那我是問你 你覺得是看我已經問三次了 你還在問A答B 你還在拒絕答覆喔 我答覆啊 你個人覺得適不適當 你覺得你個人 以你法律專業的素養 你覺得適不適當 我覺得要看怎麼訂 比如說呢 呃現在不知道怎麼訂啊 要看到罰者要多少 什麼情形之下要定罰者 前幾天我都有看你備詢 前幾天有別的議員問你說 現在立法院在修法 反質詢加上罰者要罰20萬 你說你支持啊 現在你說你不知道 這樣算不算拒絕答覆 就是我好像有在回答問題 但其實我根本就沒有 針對你的問題回答 這正是在這個第25條裡面 最受爭議的地方 就是他的所有的行為太樣 其實都有非常模糊的判斷空間 而這個模糊的判斷空間 並不是由任何一個中立的第三方 比如說檢察官或是法官來判定 而是由立法委員舉手 就可以除以你罰還 大家也可以自己統計看看 牽涉到拒絕答覆 引力資訊虛偽答覆 藐視議會 或是反質詢這些相關的行為 你可以算一下 你覺得蔣王安市長 涉嫌違反幾次這個規定 總共要罰多少錢 你就可以了解到 為什麼我們會一直強調 在有罰則的時候 定義一定要非常清楚 按照你的法制觀念 你覺得像這樣的反質詢 把它修法 納入說最重啊 經過大會表決要罰20萬 你覺得適不適當 我覺得這個要看議會 提出的版本內容 我們才能討論 如果我們提的版本 跟5月28號三讀通過的 立法院質詢行司法第二組一樣 規定不得反質詢 如果反質詢的話 經制止不從大會決議 儲備質詢人2萬元以上 20萬元以下罰還 是不是這樣 我覺得這不能相比 因為立法院跟地方議會 還是不同 要看運作方式也不一樣 但是如果議員認為說 請問就質詢這一點 就質詢這一點 在東央跟在議會有什麼不一樣 我立法院本身它的定位 跟地方議會就不同 就質詢這一點來說 質詢來講 包括立法院跟地方議會 其實都限制不禁止反質詢嗎 我們的反質詢沒有罰則啊 對 現在就沒有罰則 那從剛剛到現在 如果要質疑 那我們要有一個討論的基礎 那就要看實際題的內容版本什麼 如果啊 像你這樣的行為啊 其實就是在規避答覆 我沒有回答 我很清楚啊 包括定位不投要討論的基礎 才能確定到底我們討論 議事規則知道嗎 第三款啊 不可以任意搶答 我要表達的事情很簡單啊 就是議事規則 它當然會定一個基本遊戲規則 但是通常來說 違反這個基本遊戲規則的責任 在這邊進入了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虛位陳述是誰來定義的問題 立法院有沒有可能發生這樣的狀況 當然也是同樣有可能 立委問了一個問題 那官員他可能誤解了 這個問題的意思 那當然這個牛頭不對嗎 所以回答並不會是正確的答案 所以這樣到底 不符合虛位答覆的定義 我看到會有很多人去洗一個說法 官員不要說謊有這麼難嗎 我們只是要求官員不要說謊而已啊 這個是建立在一個 有沒有說謊是一個 一眼就可以辨認的事情 那通常這會發生在 小朋友非黑即白的世界 才會是這麼單純 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很輕易的判斷 但是實際上 我們在議會裡面 經常發現官員跟議員 根本是在講牛頭不對馬嘴兩件事情 那如果說在這個時候 你動輒說他是虛位答覆要處罰他 那這對官員來說 就是一個很大的風險 因為立委就算說謊 誹謗 他還有言論免責權的保護傘 讓他不會受到任何法律的追究 那可是我們在 立法院職員行事法 第25條裡面 他的第二項規定說 如果你有虛位答覆的話 經過院會決議就可以處罰緩 現況就是 國民黨在決定事實的真相 也就是說現在中華民國台灣 設了一個真理部 就在中國國民黨黨團 我們可以回到台北市議會的意識規則 第33條裡面 他完全沒有寫到任何關於虛位答覆的問題 這並不表示台北市的官員在議會可以說謊 這是一個政治責任的問題 還有我議員能不能揭穿你說謊 這個是我的本事 而不是說今天議會的多數 只要透過表決 就可以直接扣官員一個說謊的帽子 接下來呢 我們還有一個比較進階的問題 大家看到第二項 隱匿資訊跟虛位答覆 這八個字 會讓很多在政治上面的攻防 都掉到這個坑裡面 我們就來看一個非常具體的案例 所以如果說隱匿一部分的資訊 只講對自己有利的事實 沒有講對自己不利的事實 算不算虛位成數 這個算隱匿吧 那就看法條有沒有規範 如果隱匿 那我們回頭來看第25條 立法院執政行事法 剛通過的第25條 裡面有講啊 隱匿資訊或虛位答覆 都要罰20萬 所以如果只講一部分 對自己有利的事實 沒有講另外一部分 對自己不利的事實 這樣算不算隱匿資訊跟虛位答覆 確實如果是法條 像明文規定的話 就不應該隱匿資訊或虛位答覆 那這樣子很危險 我給你看一段 這個影片 國會的聽證前 包括國會 秒是國會罪 包括國會的調查情 你有及其他嗎 我及其他 因為我做理會的時候 有討論這個國會改革 不是 公民黨而已 這個民進黨的理會也有提案 過去八年 直接把總預算 拉出委員會進負23度 在委員會都沒有實施討論 還包括 老基法 毅力修當執政行事法 委員會 當時是民調委員 你要講一分數的話 這必須要付名認得哦 講這個話必須責認得哦 都有立法院公報跟規律 老基法修法 一分鐘沒有檢查 直接送出委員會 都有立法院公報跟規律 就是市長你在我們議事庭裡面 回答議員的質詢的時候講嘛 對 那市長 那是一分鐘送出委員會 後來怎麼了 送出委員會就 到院會進入23度 確定哦 再給你一次機會哦 再給你一次機會哦 後來送出委員會之後怎麼了 協商 協商之後 然後就處理在院會23度 協商之後就直接送去院會啦 確定哦 還是你還要再想一下 不可以虛偽答覆哦 我印象中的記憶是 立法院的議事錄 這是第九屆第二會期 黨團協商會議紀錄嘛 後來立法院協商啊 結論就是 各黨團同意 由政府會議員會 撤回並按審查 行政院行審議勞記法 訪問條文修正案的審查報告 回去委員會 開三天的會議 其中一天是公聽會來完成審查 就是你在回答王校委議員說 一分鐘送出委員會的勞記法 後來發生的事情是 政黨協商之後 退回委員會重新審查啦 對 我跟你說也是因為我們抗議哦 沒有沒有沒有 所以後來協商 市長你看 這個條文定義不清楚問題就在這邊啦 你剛才告訴大家 如果說只講一部分 對自己有利的事實 沒有去講對自己不利的事實 你可能就會成為被罰20萬的對象 我個人認為這對政務官是不公平的 蔣灣市長他在回答 其他議員質詢的問題的時候呢 他只講了說 那像民進黨 他一分鐘審完勞記法送出委員會 他的論述是民進黨肯R吧 所以他不會主動講說 當時民進黨志願把這個條文 送回去委員會重審 因為這就破壞他的論述嘛 那一般來說 這不會有任何的法律責任問題 現在通過了這個 立法院職員行司法 第25條修正案的時候 對於所有的官員來講 你不但不能說謊 甚至你連記錯都不行 蔣萬安市長說他記錯了 但是客觀的事實就是 他三次回答我不對的資訊 所以我們現在大家來表決 你覺得蔣萬安市長 他是屬於引力資訊 虛位答覆 需要儲 新台幣6萬到60萬以下罰還的 幫我打加1 那你覺得他並沒有違反 引力資訊或虛位答覆 所以他不需要被罰錢 打加0 現在我們聊天室裡面 大多數是投加1 就是要罰錢 可是如果今天這個案子 是在國民黨多數的地方 需要表決 我們就知道結果 一定是不會罰錢 所以這個法案的嚴重性是在於說 立法院職員行司法第25條 其實講白了 它就是一個政治報復條款 它只會作用在立法院 國會的多數黨所討厭的人身上 所以在這個政治報復條款之下 真的有助於我們的立法院 能夠發現更多的事實嗎 還是更多的時候那些案例 都會是一些黨同罰意 或是政治報復的手段 讓我們國內的政治變得更加極端 而且大家不要忘了喔 虛位答覆它是連結到刑事責任 最重可以判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的 所以我覺得很多人都說什麼 這是禁止官員說謊條款 其實這個認知是錯的 因為在實務上 它非常有可能會變成是 要讓行政官員 只能選擇 討好國會多數黨的立法委員的條款 好 下一個 文山區啊 之前因為深坑大火造成了 長達超過12個小時時間 都有異位的事情 市長應該記得吧 我記得 這個2月20號下午5點就開始 有市民在反應了 21號合天早上6點 超過12小時之後你才發臉書 然後21號下午才去採檢代澳清 從頭到尾沒有做異位污染物官人測定 沒有辦法就官人測定來開罰就職 那當時很多視頻都在問啊 市長為什麼消失這麼久 市長還記得你當天幾點下班嗎 我記得當天應該是有行程 有行程 那你還記得那個時候 你什麼時候收到通報嗎 我記得是滿晚 幾點 詳細我要回去查一下 你看 當講完在說詳細我要回去查一下的時候 其實他就是在拒絕答覆 你們市府給我一個你的行程 6點 你在市府開會到6點 6點到9點變得不公開行程 如果此時我問你一個問題 你的不公開行程在做什麼 你要回覆我嗎 沒有 這個就是非公募行程 你下班了嘛 意思對不對 那這時候有一些議員 或是中央有些委員 可能就會進一步追問啊 那你下班在幹嘛 這就進入你個人隱私的領域了嘛 對不對 如果有 你不講叫法你錢 你一定會覺得你隱私被侵害 不會啦 我想中央他們的規範 還是有一個階限 來我給你看條文 再一次 立法院執政行司法新修正第25條 關於質詢 質詢權 市長 你告訴我這新修正第25條 官員可以依照哪一項 說這是我的個人隱私 我拒絕回答 我覺得議會沒有權利 去諮詢各個官員 在私底下生活的時間 這不是議會的事 我不是隨便問哦 這跟市政有關 所以 你告訴我一件事嘛 就跟以前 有人曾經質詢過說 高雄風災的時候 高雄市長 陳菊 他有私人行程 當時 很多人都問說陳菊去哪了 這過去都有發生過 所以不要說立委 不可能去問官員的個人隱私 他會問 只是現在這個法條下來之後 官員變得沒有權利拒絕回答 所以市長 你剛剛一直跟我提說 要看具體條文啊 具體條文怎麼定比較恰當啊 那我剛剛已經取了這麼多例子了 完全是沒有的 而且如果他基於個人隱私的理由 拒絕回答 立法院還是可以經過院會決議 直接儲他6萬到新台幣60萬的罰還 有人問說 法條不是在約束力嗎 柏爾官員說謊 那罰了錢怕了不就說實話了嗎 我知道這是一種很直覺的正義感 可是通常很直覺的正義感 弄錯草率的法條之後 你有可能是在製造問題 不是在解決問題 他確實加上有約束力 可是他並沒有很清楚的去界定 官員什麼時候有正當的理由 可以拒絕回答這件事情 我們剛才講的個人隱私還是小事 如果今天是牽涉到 國防外交的機密 因為現在的國防外交機密 是要經過層層的關卡 去判斷可不可以解密 他有一套行政的流程 可是當今天第25條修法之後 他就變成只要有一個立委質詢 再加上一個主持會議的主席同意的時候 這個密就可以當場被解密 講白了啦 加上罰則一時爽 不過可能是破壞制度的火葬場啦 你看我剛剛只是要請蔣王安市長交代 台北的大文山、中正區、大安區、信義區 都受到嚴重的異味污染的時候 他人間蒸發 我希望他跟市民交代 他那個時候在做什麼 他都不願意回答了 法務局長也覺得 市長沒有義務要回答這個 顯然他們認為議員問的問題 已經超過他們應該回答的範圍 但是這件事情是非常明確跟市政有關聯的 難道市民沒有資格知道 為什麼市長這麼慢才有反應嗎 那市長就應該要 無條件把他的個人隱私揭露出來 否則就要被罰簽嗎 我覺得大家可以去思索一下 這是一個價值判斷的選擇 也是應該被好好討論的事情 因為這個反正立法院你現在也離開立院了嘛 只是透過這個公開的場合 讓所有的市民也都看到 任何一個法律的修正必須要周延 如果說按照這樣子下去的話 我看未來 優秀的公務員應該會選擇都待在地方縣市政府 因為地方縣市政府不適用這個職刑行司法嘛 對不對 然後外界都說沒有這樣子罰則的話 官員都會任意說謊啊 都會歸避監督啊 那我不知道在場的官員你們覺得如何 大家都會任意的說謊 都會歸避監督嗎 不會啦 我們台北市政府我們都是如實回答 就算沒有罰則也會如實回答嗎 都是如此 那但是就是中央的官員品性可能不佳 所以一定要有罰則才會如實回答這樣子嗎 這都有相關的理證 國民黨不斷地告訴人民說 一定要有罰則 如果沒有罰則 官員都會說謊 但是他一方面又告訴你說 地方政府的官員都不會說謊啊 這就是非常明顯的雙標啊 保平安所知 許巧新立委可以拿到我們議員跟你 百番拜託所知拿不到的資料 查到哪裡了 相關的一個調查經過後來有發現說 相關的資料是從史曜科那邊 他們有傳給同仁 那他同仁有傳到一個群組去 傳到哪一個群組 應該是一個府的一個媒體事務群組 就是市長室的媒體事務組 市長 你的媒體事務群 有人把資料傳給許巧新立委 有任何的懲處嗎 因為衛生局這邊收到的是 要關於史曜科的一些懲處 那我們有討論過 會進行適度的懲處 什麼適度的懲處 口頭警告 我覺得史曜科的這個世代最高仰耶 市長室的媒體事務組抓到照片 你史曜科同仁傳進去 結果現在是被你口頭輕微警告 那請問後來把東西傳出去的人 沒有 因為在調查報道裡面有說明 其實這個照片在當時也有媒體就披露 也就是議員說 那這樣子你是慘了嗎 不只外洩給立法委員 還外洩給媒體 然後全世界都拿到 只有台北市議員拿不到 我們在認定那個記查紀錄上面 所有的那些比較敏感的文字 跟相關的人員的姓名等等 我們認為這個不宜給外界 然後所以照片都是可以給外界 那為什麼我所知 跟你要相關的紀錄 你不給我照片呢 因為議員你所知的是邀女記查單 記查紀錄表及相關資料 這個照片不是相關資料 那這照片是什麼資料 如果議員下的所知是要照片 那我想跟衛生局他們的標準 所以為什麼要一直跳針呢 我寫說是 需要去記查的紀錄表 以及相關資料 照片就在以及相關資料裡面 判斷上 我想確實看到議員所知單 有要這個記查表單 確實認為這照 過去的觀點跟規定 是機密無法提供 但如果很明確是說要這個照片 那依照衛生局 所以以後議員所知 都要先有通天眼 能夠通靈看到你手 裡面到底有哪幾種資料 然後要把你已經有的資料 巨細迷移的寫出來 如果我知道你有什麼 我還要跟你所知 所以我講MENVJ 大家都是明眼人 都不是三歲小孩 你今天就是不敢查 你的媒體事務組裡面 是誰把這個照片傳給徐曉欣 還在那邊講說什麼 支持國會改革 先管好台北市政府 之前台北市有這個 保齡的食物中毒案件 那我們想要去索取 當時他們去機查 保齡查室的所有的資料 他給我們的回覆 就是說這個機查的相關記錄 不能給 不過後來我馬上就在媒體上面 看到了徐曉欣立委 拿著當時他們去機查 把廚師手部相關的照片在開記者會 台北市議員都要不到的資料 為什麼一個路人徐曉欣 他可以得到這個資料 遼柏亞要的就是蜜 徐曉欣要的就不是蜜嗎 在更早之前 2023年9月份 我們去要巴西進口彈 在台北市供應的流向資料 左邊是衛生局給我的 把所有的資料 用馬賽克業者商業資料 全部蓋起來 那右邊是台北市衛生局 給徐曉欣議員 跟游淑會議員 兩個前後查一天 而且我還比較早要這個資料 他們卻拿到了 完全高清無碼的版本 保齡案也是一樣 同樣都是衛生局 就是衛生局的所知 他的判斷的標準 顯然有非常大的問題 只會給親近的 只會給親信 不會給其他監督的議員 那如果你看到 立法院通過的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47條48條 他的調查委員會 跟調查專案小組 確實可以要求政府機關 提供文件 甚至可以要求法人 人民團體 或社會上有關係人員 提供文件 如果不給的話 就可以罰新台幣 1萬到10萬的罰還 你看有這個條款的時候 是不是就可以解決掉資料 只給徐曉欣 不給議員的問題 是不是就可以解決掉 A、B稿的問題 但是這個第48條裡面 如果你拒絕拖延或隱匿不提供 是要經過立法院院會的決議 才會受罰 所以以我剛剛舉的這個台北市議會的案例的話 蔣萬安跟衛生局是絕對不會受罰的 因為我們的大會是國民黨多數 所以不可能決議要處罰衛生局 或是決議要處罰市長 在這一次的表決裡面可以看到 在立法院裡面 所謂的決議投票 完全是沿著政黨的分界走 你可能以為這個法很好 他可以懲罰你想要懲罰的人 但是事實上 他絕對沒有辦法達到你想要的目標 借用這段質詢 很清楚的跟大家做說明 光是一個25條就有這麼多的問題 那更不用說 這一次總共修了計事挑挑問 在未來 如果說藍白真的要把它付諸實踐的話 裡面一定會有很多自相矛盾 很多顛倒甚至讓人民覺得受不了的地方 我們就等著看